大家好,欢迎来到加密星球 比特币从诞生到现在 始终专注于价值存储和转移 而以太坊却打开了无限可能的大门 从某种程度上 以太坊重新定义了什么是加密货币 今天我们要讲的不是枯燥的技术细节 也不是让人焦虑的短期价格波动 而是一个平台 如何在十年间引爆三次革命 彻底的改写加密世界的游戏规则 我们会从它的诞生讲起 再到点燃ICU狂潮 DeFi革命 NFT爆发这三大浪潮 以及如何面对性能平静 治理难题 心链围攻 看完这两期的节目 你不仅会明白 以太坊如何改变了加密历史 还会看清它当前的困境 以及下一个机会到底在哪里 今天是上集 我们将见证2013年一份改写世界的白皮书 如何在五年内引爆了ICU狂潮 改变整个加密世界的游戏规则 以及2018年大崩盘以后 以太坊如何完成史诗级的转型 好的 我们现在开始 让我们把时间先拉回到2015年的7月30号 地点是柏林 一间闷热的小办公室里面 几个年轻人为坐在电脑前紧张的盯着屏幕上的跳动的数字 1028200 1028201 当这个数字出现的一瞬间 整个房间陷入了彻底的安静 半分钟以后 第一个区块被挖出 以太坊诞生了 这一刻没有庆祝也没有香槟 Vitalik后来回忆 我们就那样坐着 然后看着屏幕 等着那个数字跳出来 很平静 但我们都知道 一切都改变了 变了什么呢 要理解这个问题呢 我们先回到2009年 那年的1月 比特币区块链正式诞生 它像一枚火种 点燃了整个的加密世界 之后的几年 一批早期的追随者涌现 2011年莱特币 号称数字白银 2013年狗狗币 最初只是个玩笑而已 大家可能都不知道 狗狗币会出现的这么早 2014年瑞波和恒星 专注跨境支付 但本质上 他们都在延续比特币的思路 更快的转账 更便宜的手续费 更好的数字货币 大多数项目仍然停留在 支付替代品这个层面 而就在这个时候 一个疯狂的想法 正在酝酿 区块链 能不能不止是货币 能不能成为一台 全球共享的计算机 可以在上面运行各种各样的应用 这一切的起点 源自Vitalic对比特币的不满 2012年这个19岁的俄裔少年 还是比特币杂志的撰稿人 对比特币充满了热情 但他逐渐意识到一个问题 比特币的脚本语言太有限 没有办法支持复杂的应用 于是Vitalic提出了一个大胆的构想 如果我们能够构造出一条新的区块链 不止是转账 而是让任何人像写代码一样 定义自己的规则会怎么样 这个想法被他写进了 2013年的以太坊白皮书 第一晚他只把这个白皮书 发给了几十个朋友 心里想或许能有五个人感兴趣 结果是几十个人立刻想要 到了2014年以太坊启动众筹 不到一年资金已经到位 主网上线进入倒计时 Vitalic的目标 从一开始就很明确 他不是要造一个更强的比特币 而是要打造一个去中心化应用的平台 也就是DF的操作系统 他曾用一句话清晰表达这个愿景 比特币是计算器 我想造的是一个像iPhone一样的智能手机 可以有意思的是 比特币这台计算器 如今2025年已经涨到了12万美元 而以太坊这台智能手机才刚刚开始释放它的潜力 让我们再回到那个时间点 以太坊到底想承载什么 治理、金融、社交、身份、艺术以及几乎所有可数字化的交互协议 它又成为Vive3的技术底座 一台真正的世界计算机 但现实很古感 2015年主网刚上线的时候 整个商态还非常的原始 核心开发者不到100人 应用几乎为零 第一个上线的DAPP叫做EatherTwitter 一个链上简易的推特 功能也非常简陋 但它证明了一件非常关键的事 智能合约真的可以运行 从这片最初的荒帝出发 几年之后我们才看到了 Combot、Uniswap、MakerDaw以及各种各样的Layer2网络 全面的爆发了 2017年的6月12号 加州某个咖啡厅一个穿着T恤的年轻的程序员 打开笔记本电脑 花了20分钟的时间 在以太坊上部署了一个智能合约 30天以后 它的钱包里边就多了2000万美元 它没有产品、没有团队 甚至连公司都没有注册 这就是加密的ICU 首次代币发行时代的疯狂 疯狂的源头来自一个看似平凡的技术标准 2015年年底 一个叫做Fibin的开发者 随手提出了一个代币标准的出行 当时没有人在意 甚至连名字都没有旗号 两年以后 它有了一个响亮的代号 ERC20 看起来只是几十行的代码 就像打开了潘多拉的魔盒 为什么呢 在ERC20出现之前 每个代币都是方言 钱包不兼容 交易所要单独的开发 项目方各自为政 ERC20彻底的改变了这一切 它为代币发行提供了统一的语言 钱包、交易所、项目方都能够无缝的对接 简而言之几百行的Soledited代码就能够在链上印出一套货币 2017年这个魔盒彻底被打开了 项目方突然发现 为什么要去硅谷录演呢 为什么要被VC拒绝 直接写个Smart Contract的智能合约 全世界的钱就能涌向你 这些项目甚至只有一个精美的网站 和一份夸张的白皮书 资金就瞬间的到账了 这完全颠覆了传统融资的逻辑 Web2的时代创业者求投资人 Web3的时代写好代码直接融资 结果是疯狂的 当年ICO融资额超过50亿美元 明星项目Filecon融资2.5亿 EOS融资42亿 ETH成为了主要的募资工具 价格从10美元一路狂标至近1400美元 全世界都在谈论区块链革命 但仗势的背后 泡沫也快速的累积了起来 大量的项目拿钱跑路 发币不做事 直炒市值 白皮书画了一个大饼 连GitHub都是空的 以太坊看起来更像一个巨大的造币工厂 泡沫破裂是必然的 ICU被各国监管叫停 ETH从高点暴跌超过90% 回到了80到100美元的区间 以太坊跌落神坛 就在最低潮的时候 一个意外的爆款突然出现了 2017年的年底 一款看似无聊的链油 突然火遍全网 CryptoKitties 玩家用ETH购买虚拟猫 每只猫都有独特的自己的基因 具有一定的稀缺性 谁能想到买卖电子猫会成为一个现象级的应用 高峰期的每小时几千米交易 热门的猫甚至拍出超过10万的美元 但意外也随之而来 网络瞬间拥堵 交易延迟数小时 手续费飙升至几十美元 一款小游戏仅仅仅是一款小游戏 让整个以太坊网络几乎瘫痪 这一刻所有人都意识到梦想很美好 但现实的基础设施还远远的不够 ICO带来了全球的关注 也暴露了系统的极限 真正的进化才刚刚开始 2018年年底 旧金山某个联合的办公空间 Vitalic坐在角落里面 面前摆着一台特旧的SyncPad笔记本 屏幕上显示着惨不忍睹的数据 ETH价格89美元 相比高点跌了94% 日活用户不到1万人 Gas fee仍然高得离谱 整个加密世界都在嘲笑这台 被Vitalic称作iPhone的世界计算机 CryptoKitties就能够让它瘫痪 还谈什么改变世界 但Vitalic没有放弃 他在那台破旧的电脑上 敲键了一行代码注视 The merge is coming 没人知道真正深刻的革命 正在这个无人关注的寒冬里边 悄悄的酝酿 革命的第一步 来自一个看似技术性的提案 2019年 开发者Eric Conner 提出了一个提案 编号 AP1559 当时大多数人都没怎么当回事 毕竟随会在意 Gas fee定价机制的细节 但正是这个微小的改动 彻底改变了ETH的经济模型 过去交易费向拍卖 随处高价 随先打包交易 一旦网络用堵 Gas fee就能从几美元 飙升到甚至上百美元 AP1559带来了两个非常关键的变化 第一是告别盲目的竞拍 新增一个base fee 系统根据网络拥堵的状况 自动的定价 用户终于可以预测交易成本 第二是基础费用直接销毁 这部分钱不再进矿工的口袋 而是直接从市场上蒸发 结果是震撼的 ETH不再是想印多少就印多少 比特币的稀缺性 靠2100万枚的硬上线 ETH的稀缺性 靠每一笔交易去燃烧 在牛市最疯狂的时候 以太坊甚至进入了通缩的状态 销毁的以太坊ETH 比新发行的还多 但更大的手术还在后面 2020年的12月1日 一个神秘的智能合约 悄然的上线信标量 这个不是普通的合约 而是以太坊新世纪的创世纪风筹 它要彻底的换掉以太坊的心脏 从诞生的那一天起 以太坊就和比特币一样 采用POW工作量证明机制 全球的矿机日夜轰鸣 争夺记账权 结果能耗堪比一个中等国家 速度还慢得要死 社区提出了一个更激进的方案 彻底更换共识机制 2022年的9月15日 历史性的一刻到来了 全球以太坊节点 同时指向一个区块高度 155 37 393 当这个数字跳过的瞬间 持续了7年的POW时代 正式结束 以太坊完成了The Merge 人类历史上最大规模的区块链 心脏移植手术 能耗瞬间下降 99.95% 年通胀从4.3% 降至0.4% 从矿工驱动变成了质压驱动 这就像是给一辆高速行驶的F1赛车 在不停车的情况下 更换了引擎 是技术的一个奇迹 但问题仍未解决 主链的性能天荒板 依然没有突破 以太坊每秒仍只能处理15笔交易 远远无法支撑 真正的大规模的用户量 于是生态的重心开始转移 如果以太坊主链是地基 那Layer2就是盖在地基上面的新的城市 Optimism和Arbitrum迅速的崛起 承载了大量的DeFi的应用 交易量甚至超过以太坊主链 ZK-Sync和StackNight 推动零知识证明落地 吸引了顶级的开发者和巨额的自己 各种的项目纷纷搬家到了Layer2 手续费更低 速度更快 用户的体验也更好 模刻画画的区块的雏形开始显现了 主链负责安全 Layer2负责执行 但真正点燃市场的不是架构 而是杀手机的应用 2020年的夏天DeFi Summer爆发 Uniswap让任何人都能够做事 Combone 让闲置的资产自动升息 Ivy开创了闪电带的玩法 锁仓价值从10亿暴涨到1000亿美元 100倍的增长 ETH不再只是数字货币 而是整个去中间化金融系统的能源 2021年NFT引发了文化层面的爆发 3月11日数字艺术家Beeple的作品 Everydays在加始得拍出6900万美元 一个GPG的电子图像文件 卖出了超过B加索名画的价格 OpenSea也迅速崛起 BYC和CryptoPunks成为链上的身份 链上交易的不再只是金融的资产 还有头像、音乐、游戏道具 甚至虚拟土地 以太坊终于交出了第一份完整的作品机 但繁荣的背后危机也在运降 这轮的爆发不只是技术的驱动 也是考委的疫情期间全球大放水的产物 2022年一切都改变了 美联储开始激进的加息 流动性被迅速的抽离 在这个时候 如打崩盘400亿美元灰飞烟灭 FTX爆雷 整个加密行业的信任体系迅速的瓦解 市场信息瞬间的也崩塌了 加密世界再度陷入寒冬 与此同时 Solona等新一代的公链强势的崛起 资本开始重新审视 以太坊的地位还有价值 以太坊又一次站在了十字路口 这一次还能像过去一样绝地反击吗 这个就是以太坊的上半场 从一纸白皮书到世界的计算机 从ICU狂潮到DeFi革命 以太坊用代码改写了加密历史 它一次次跌落悬崖 又一次次的绝地丛生 然而故事并没有结束 进入2024年 牛市再度来临 但舞台的中心却不再是以太坊 为什么技术升级完成 以太坊反而失速了 质押集中化 带来了怎么样的引用 Layer 2遍地开花 是机会还是威胁 真正的考验才刚刚开始 我们下集见 再见